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该怎么办 如果我紧张 我怎么办 嗯 其实我是这样想 我们可能选手有的时候害怕一些紧张 当然了 是在不同的阶段 有的同学或者是有的选手 紧张呢 是因为是在我们学习的初级阶段 那个时候我们的技术 能力是有限的 对于我们作品的表现有一些限制 那所以就会有一些紧张 但是作为紧张这个问题 心态 心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往往也可以我们逆向思维 往往紧张的时候容易使人兴奋 很多的选手 甚至是有经验的选手 他需要观众 需要舞台 需要聚光灯 舞台灯打亮的时候 人其实有紧张 但是更多的是兴奋 能够激发他 对于音乐 对于歌唱的一个表达 这样呢 很多选手 有这样的经历 比如说我们在录音棚 往往很难兴奋 但是到舞台不一样 特别享受这样的舞台的 现场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就是观众给予他的表演 有一个及时的回馈 所以选手或者歌者 能够迅速的接受到观众的反馈 反而更加的激励他了 所以这是一个良性的 良态的 那比如说也有的情况 选手紧张是难以自控 这个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因为有可能是技术和能力 甚至是作品 强于了他歌手的 这个演唱水平和能力的时候 造成了一些负担 那一定会有一些紧张 但是往往这些情况呢 会以相对来讲不是特别良性 那对于选手来讲 我们在选取和我们在平时训练的过程当中 针对我们存在的问题 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和培养 所以经过长期的训练 我们提高了我们的演唱水平 歌唱能力 那自然也会克服我们一些紧张的情绪 对于所谓的作品的呈现 运用技巧这个问题呢 往往我们都是这样来认为的 所有的技巧 所有的能力都是什么 都是服务于作品的 作品需要我们运用什么样的技巧 运用什么样的音色 甚至运用什么样的处理表现手段 那我们应该合理的 比如说有不同风格 我们的参赛的选手也是这样的 有的选手他在出赛的时候 选择的作品相对来讲 活力四射 动感十足的 那等到他进入到下一轮比赛的时候呢 往往会选择一首相对来讲 风格迥异的 比较抒情的这样的作品 越是这样的作品就证明这样的选手 他的歌唱的张力和表现能力是比较强的 但是他在不同的作品 演绎不同的作品的过程当中 他都能够非常适合的表达音乐 表达情感 这样的就是比较成熟的选手 当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也有的选手 你能够看得到 或者是学生 你非常非常明确的 就是比如说 他现在就是大线条的气息 我们在歌唱的过程当中 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说老师我的气息不够用 怎么办 那我们就会给出一个建议 比如说 你在训练和学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做大线条的乐剧的处理 和有意识的训练 这样的话 在作品里增加你的气息的训练的能力 但是呢 往往我们在舞台上呈现的呢 有的时候种种原因 伴奏的原因 还有所谓前面我们提到的心态的原因 紧张的原因 往往应该是四小节的一个大乐剧 甚至更长的一个乐剧的时候 我们出现一些状况 我们在中间所谓的呼吸了 换气了 但是一点不影响 用我的话讲 就是大胆的去 去尝试去做 没有问题 因为那个是现场 所以我们可以去相对来讲 把这个大乐剧 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处理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在 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针对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应该大乐剧去训练呼吸 也有很多的老师给出一些具体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歌者要跟老师要很好地配合 针对我们自身的问题 去有针对性地去解决这一点 那也有的这个选手提到了 比如说我在演唱的过程当中 我的表情 这个也是要来分的 我们可能 如果说我们演唱的过程当中 我们拍一张图片的话 可能我们的表情 不是特别的美 所谓的不是特别的画面感 不是特别好 但是如果你用动态的视频 这样的一个方式呈现的时候 你所有的表情都是美的 都是对的 为什么 就是我们的歌唱 它是一个动态过程 而不是一个静态的 往往我们去追求那种静态的画面美的时候 可能就忽略了 我们在歌唱的动态形态下 另外还有 比如说我们的参赛选手当中 也有的是所谓的流行音乐 或者是民族 或者是美声 不同的演唱风格 那对我们的 所谓歌者的这个 歌唱的腔体 肌肉 要求都不同 流行音乐 它相对于来讲 它有扩升 那不需要选手 做出更大的共鸣 也不需要肌肉更大的力量 所以它相对于来讲 它的表情可以更加自然 但比如说像美声 它更多的运用的是 你腔体的共鸣 和你肌肉 这样的一个能力 歌唱能力 语言能力的时候 因为美声唱法 相对来讲 不需要扩升的设备 那对于一个大的剧场 一千人 三千人的大剧场 完全靠歌者的自身的歌唱 机能 那它一定是大腔体 大肌肉的运用 当然这是针对于流行音乐 那所以 那我们如果说 用画面的唯美来衡量的话 可能不是画面的那么完美 但是 它的音乐的呈现 它动态的画面 依然是符合我们音乐的表达 和你的演唱的能力和技巧的 这一次我们选手提出了一些 有关舞台表现方面的问题 存在一些疑惑 比如说平时 感觉自己上台紧张 或者是 在台上 台风不够理想 或者是 这个动作 不知道该怎么放 说手这个无处安放 等等这些问题 我想归结成一个话题 其实就是 我们如何提高自己 在舞台上的表现力 那我们都知道 歌唱其实 它就是一个综合的艺术 一个好的声音 给我们观众呢 带来的是一种 听觉上的美好的享受 那如果说 在舞台上 还能够有一个端庄 适宜的台风 而且 能够 把自己的这种感情 充分地表达出来的话 就会给我们一种 视觉上的冲击 这样一种听觉 和视觉上的 完美的结合 就是一个好的艺术作品 那怎么才能做得到呢 我想呢 今天这个 简短的时间吧 跟大家 交流一下 首先呢 就是我们的 在舞台上 这个眼睛 那么我们这次参赛选手里面 很多歌手啊 在演唱的时候 这个眼神啊 有点飘忽不定 比如说 有人这样唱 我和我的祖国 一颗也不能分割 对吧 刚看到的时候 就好像没有和观众 在交流 那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 确定自己的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在哪呢 就是你平视观众 然后 当然不是一定要盯着观众的眼睛 你可以在他这个脸部的上下 这样一个范围内 可以锁定它 这样呢 就显示出你的眼睛 非常的专注 和观众能够很好的交流 比如说我来做个示范 嗯 我和我的祖国 一颗也不能分割 是不是 这样看起来 就好像你和观众 能够融入一体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再说一说我们的 这个动作 那么我们很多歌手 一上台之后啊 就是这个手啊 感觉不知道放在哪里 是好 那么如果他在台下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非常的自如 那我们在台上呢 和台下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台上 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演唱的姿势 我们要非常的挺立 非常的这个站着 就要非常有力量 我们的脊椎要很直 我们的头不能这样 对吧 往前逞的时候 往前倾的时候 这样我们的气息就不能通畅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站姿 而且这个我们的肩膀可以往后旋转一圈 把胸部打开 这样我们歌唱的时候就会有利于气息 以及我们胸腔的共鸣等等 能够正常的发挥出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形体 另外我觉得平时啊 我建议我们选手们 其实也可以去锻炼锻炼我们的这个形体 那我们在专业的院校里面 其实都是有专门的这个课程的 所以现在也很方便 也有很多运动的软件 其实可以做一些形体方面的训练 这样呢 你站在台上的时候啊 就非常的有气质 好 那第三点呢 就是再说一说这个动作 我觉得我们这个动作呢 不要太多 我们每一首作品 其实都有它的一个情绪 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情感 那么我们有一些选手呢 可能在做动作的时候 可能自己很忘我的在歌唱 然后这个手啊 在不停地打着节拍 那么就和你所演唱的歌曲的 往往就不太符合 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意思 比如说 死了都要爱 有些人不停地在这儿 这个摆动 其实这首歌 对吧 唱到这样的情绪高涨的时候 一个动作 死了都要爱 摆在这儿 就很好 我觉得 我们的动作呢 一定要 恰到好处 不要过多 用的 符合你这首歌的 这个情绪 情感 就好了 那么上面三个问题 我想 其实还要建议我们的选手 我们有一句话说 一高胆 一高 人胆大 就是你在上台之前 其实你要把这个歌曲的 内容 还有歌曲的创作的背景 以及我们歌曲的这种 音乐的层次 段落 等等 你都要把这个功课 做好了 那么你在台上之后 你就会自信 你就会卸下这些包袱 然后全身心地去投入歌唱 那么我想 只要你全身心地去演唱的话 哪怕是你的技术上 声音技术上 有一点点瑕疵 其实观众都不会太在乎 因为 关注的是你的一个歌唱的完整性 另外呢 再建议我们的选手 要想有一个很好的台风 要多看 多看一些视频 多看一些现场的音乐会 特别是一些 特别有魅力的歌手 音乐家 他们在台上的台风 你要去琢磨 要去思考 要去模仿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在台上的表现 其次呢 其次呢 也要多多看 没有站得很潇洒 没有站得很潇洒 很自如 都要很好的去做一些反思 我想呢 只要你 这个坚持不懈 一点一点地去努力 去思考 一定会有一个非常迷人的气质 在我们观众 在我们观众面前呈现 好的 我就讲这些 谢谢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歌曲呢 这对歌唱者来说 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 它就像你选择 适合自己穿的衣服一样 不是所有的衣服 都能够凸显出你 优美的外形和气质 所以呢 选择歌曲也是一样 首先 你要明确自己的声部 我们对声部的划分 还是非常细致的 以女高音为例 我们会把女高音分为 戏剧女高音 就是大号的 还有抒情女高音 就是 以抒情歌曲 声线比较优美 以演唱抒情歌曲为主的 女高音 抒情女高音 其次呢 是 花枪女高音 就是我们听到的 摩底里头 夜后 的涌坛调 那首 全世界 都知道的那首 很有难度的 花枪女高音涌坛调 那就是 花枪女高音 那首先作为一个歌唱者 你一定要非常明确自己的声部 就是你到底是戏剧的 大号的 你还是抒情的 你还是小号偏花枪的 那明确了这三点以后呢 在选择歌曲方面 你就不会乱 你一定要选择自己 比如说 自己的声部 你可以通过去检测 有专门检测那个身带的 医生 他会告诉你 他会从你的身体结构 比如说你的身带的长短 宽窄 薄厚 还有你的歌唱器官 比如说 你的脖子 长或者短 来从生理结构上告诉你 你是属于 大号的 还是小号的 我建议每一个学习 准备走专业歌唱道路的 同学呢 都首先去鉴定一下 从生理结构 去鉴定一下 自己的声部 这是其一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也是非常科学的方法 其二呢 还有就是声音的训练 也有可能你会碰到这种情况 医生 鉴定 你是一个大号的 女高音 但是你在训练的过程中呢 可能并不符合 医生说的这个条件 那我就希望你和你的主科老师 声乐老师 来共同的确定自己的一个 声乐训练方向 如果你是一个十七八岁 刚刚从事声乐学习的初学者 那我建议你先忘掉 所谓戏剧大号 女高音这样的一个 一个概念 因为十七八岁的孩子 即便你具备一个大号 女高音的生理条件 潜质 但是你在训练的过程中呢 一定还是要以 小一点的歌曲 音域不是那么宽 不是那么高的歌曲 来作为你的初级训练 这样会有利于保护你的声带的成长 因为十七八岁嘛 这个生理的结构 可能还没有最后完善 而且跟你的训练方式 有直接关系的呢 就是训练的方法不同 以后你的那个声带的 生长的那个方向也不一样 所以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呢 要契合你的声带条件 还要根据实际情况 来选择你的歌曲 比如说在这一次水利方碑的 半决赛上 很多十二岁的孩子 都显示出了声乐方面极高的天赋 但是呢 为什么可能有的孩子 并没有取得那么好的成绩呢 可能就是在歌曲的选择上 他们有了一些小小的失误 比如说我们说小马拉大车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选择的歌曲 已经超出了他这个年龄 超出了他这个声带的 一种技术能够达到的一个高度 就是换句话说 就是歌选大了 他完成起来力不从心 这是从纯技术上来说选择歌曲 还有歌唱呢 除了声带这个天生的条件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乐感 选择歌曲的时候呢 你要根据自己的乐感 比如说这个孩子的潜质 他的乐感是偏向于抒情的 他的性格是内敛的 内向的 那建议多选一些抒情的歌曲 如果你的性格是外在的 奔放的 你也比较喜欢 比如说摇滚类 偏向于摇滚类 那种热情奔放的 那你选择的歌曲呢 可以稍微 选择那些音乐上 音乐上都稍微容易让你的声音出来 让你的表现力出来的歌曲 这也是一个选择歌曲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呢 学习歌唱呢 是我们每一个初学声乐的人 他都非常关心 老师我怎么样才能够发出更好的声音来 我的气息的训练是怎么样 我怎么能够才能把我演唱的歌高音解决 初学者都希望能够解决高音 觉得高音唱上去了呢 好像就一切都解决了 其实不然 我们还是要先从中低声区打好基础 把自己的乐感完全融入到自己的歌唱当中去 先找到歌唱的本质是什么 那歌唱的本质 歌唱的起源 就是为了让你快乐 为了让你从中得到精神上的一种升华 不要太 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技术当成你唯一追求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先学会从歌唱中寻找到快乐 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个初学者的一个建议吧 很多人会说 老师我在刚练习歌唱的时候 我的气息总是感觉不好 怎么样才能解决我这个气息问题呢 其实说白了 您觉得气息不好 主要是因为你歌唱的时候 用我们专业的话说 就是你的气息和你的声带没有搭上 气息也在使劲的吸气 但是呢还是感觉自己在扯着嗓子在喊 那这个气息的解决呢 不是一朝一夕的 在这里呢 我想给大家教一个初学的小窍门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吹蜡烛 比如说 这样 横隔膜 我们经常说有个横隔膜在这里啊 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 横隔膜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你的这个胃 这一圈 你找到胃 然后呢 你吸气的时候呢 感觉到胃有一点点小扩张 然后你做吹蜡烛的一个练习 这样均匀的把气吹出去 然后五秒 十秒 二十秒 尽量让自己的这口气呢 能够绵长 均匀 绵长 其实我觉得歌唱的人 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练气功 我建议初学者可以每天早上起来 做做这个练习 不但可以有利于你气息的稳定 而且对身体也有一定的帮助 那还有一个小窍门也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除了吹蜡烛之外啊 第二步你可以尝试 就是出声音 就是 用你的这个牙齿的牙缝 牙齿缝 去均匀的挡住这口出来的气 这样的话 你能够感受到横膈膜一个强烈的支持 这就是我们歌唱时候说的 注意气息支持 那气息支持到底在哪里呢 你用这个练习就能够非常迅速地找到这个支持的感觉 第三个练习就是 用你的嘴唇去挡住这口气 也是均匀的 绵长的 非常均匀 嘴巴皮子非常均匀的颤动 实际上这个练习 它就已经擦过你的声带了 你的声带已经在发出声音了 我们比如说用五度练习 so far me right so far me right 你可以以这个半音音阶在钢琴上 半音半音的往上上 用这个练习 这样我觉得 一定能够获得很长的 相对稳定的一个气息的一个基础 如果你做了这个练习第四步 你就可以出声了 你就可以出声了 保持同样的状态 用声带把这五个音唱出来 其实唱歌说很难 它也很难 其实说容易 它也挺容易的 我希望我刚才的三个建议 能够对歌唱者有所帮助 希望你们在歌唱的道路上 越学越好越走越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